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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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室的享受美食 也太不把我这个一家之主 当回事了嘛 薛妖怪 这么晚了怎么不叫我起床啊 不想清静一会儿都不行吗 竟然嫌我太吵 薛妖怪 我有没有说过 牙膏必须从中间挤 不能从底下挤 薛妖怪 你听见没有啊 薛妖怪 我在午休你电视机声音就不能小一点吗 你不是刚起来一会儿吗 我 我乐意管着吗 那我问你刚才电视机里女主角说了一句什么话 把男主角气走了 什么 薛妖怪 我现在就看我 你把我的天下都在被念下 因为我一根都不知道 又要这样 你把眼睛到边暗了 你骆得反ة 我别忍不住了 冲门 你把眼睛看你 可以找我 姐这么小 你喂蚂蚁呀 酸奶 田净植 你到底想找茬到什么时候 我没有找茬啊 只是为了你好 现在人类女人都很挑剔的 尤其是那些离过婚带着孩子的 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对下一任丈夫的考验 简直比唐僧西天取经还要严格 所以以我现在的程度 绝对算得上是好脾气 我想再重复一遍 我跟那位妈妈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用跟我解释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看你火气那么旺啊 吃点苦瓜对你可能好一点 你那个杀人狂魔找得怎么样了 要不要我帮忙 不用 我说过了 任何危险的事情 你都别插手 那总有不危险的忙可以帮吧 你突然这么主动地要求帮我 我还真是不习惯呢 早一日帮你找到那个杀人狂 我就可以早一日 摆脱你这个定时炸弹嘛 有道理 我也不喜欢寄人篱下的日子 不过还真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做的 只是 这是一项技巧性很强的工作 就要把信息透露出去 又不能引起对方的怀疑 好呀好呀 快说 保证完美完成任务 你在哪儿啊 怎么还没到 右边 女明星出门 穿成你这个样子 不怕被人拍到 越是这样才越安全 刚才你不也没认出我来吗 那些全身闪着名牌 踩着十二公分高跟鞋 连晚上都要戴着口罩和黑超眼镜的女明星 那才是在向全世界炫耀说 我是女明星快来拍我呀 说正事吧 女友出来 不会真的只是喝喝下午茶吧 当然不是 我是来落井下石的 就一张照片就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应 看来在记者和网友的眼里 我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你还好意思说 就这一张照片出来 他们两家的股票 已经像十米跳台扔下的自由落体一样了 这只能说明 这种靠联姻获利的方式 也不是那么可靠啊 他连这都告诉你了 我还知道 他和洪世光的婚约只是战略合作 不会是真的结婚 原来萱萱真的喜欢一人渣啊 所以 如果我真的要追张萱萱 你应该也没有什么立场反对吧 谁都可以 谁都可以 我是前男友 不行 我们俩可是连吻都没有接过的 这种前男友 根本算是完伴吧 你先别着急生气 不是我不同意 只是我们俩之前答应过对方 绝对不能喜欢上彼此交往过 或正在交往的男人 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约定啊 而且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关系变那么好的 两岁 他帮我擦鼻涕开始 明明是敌人还好一点 为什么非是闺蜜 现在也不能把关系弄得太僵啊 宇宙第一美 你可得清醒一点 你是来钓大鱼的 对了 你们休眠体找到了吗 还没有啊 那你说 修明体会不会苏醒呢 你为什么会那么说 随便猜的呀 我就是觉得最近有些事情比较奇怪 就想起来跟你说呗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说说看 之前不是有个模糊版的 午夜怪物视频 在网上非常火吗 网站还信誓旦旦地说 只要破五千万点击量 就放清晰版的视频 结果清晰版的视频 放的是我们 传说中的屋子宣传片啊 那个呀 我知道 炒作得很成功啊 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之前我也以为是剧组刻意宣传 可是后来 有一次我们导演喝醉了告诉我 之前那个视频跟我们剧组 是没有一点关系的 是在点击量破近五千万的时候 网站没有找到清晰版视频 所以才找到了我们剧组 表明了合作意向 你说这要真的不是炒作 那模糊视频里的午夜怪物 会是什么东西呢 宣传网站 视频出现得很携际 而且没有做特效的痕迹 要是能拿到清晰版的就好了 是可以 使用了 餐饰 拿到清晰版的就好了 明天可能要你帮我一下 你觉得那个视频里出现的 真的是你要找到所谓的怪物吗 是吊薇娅的效果吧 当然 要不然你难道觉得 我是故意找借口 约你出来见面哪 不要想太多 说正事 一会儿咱们找网站 要了视频的清晰版 看清了怪物的脸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但愿如此 你要是不信的话 你负责了项政绩 我来问 那走吧 走 那个清晰版的视频 我们不是早就发布了吗 两位警官难道没有看到吗 那个我们 我们说的不是宣传片 而是真正的清晰版视频 那就是清晰版的视频 提醒一下方经理 剧组那边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把清晰版视频发布 换成宣传片发布 是临时做的方案 我们现在在处理的 试议剧组 我们现在在处理的 我们没有清晰版的视频 那你就把视频拍摄者的 联系方式给我们 我们现在在处理的 我们现在在处理的 是一级凶杀案 死者被人从脖子处 放干了血 我们怀疑 是有人借怪物的谣言杀人 而这个视频 我们现在在处理的 正是关键性的线索 如果方经理不配合 我们将申请搜查令 到时候所有跟这个视频 有关的工作人员 都要进行询问 你们的社会信息 个人账户 甚至 连电脑里的那些资料 都会被调查 现在方经理不配合 万一 到时候调查出些什么 什么更有意思的事 就不太好办了吧 来 擦擦看 叶警官 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方经理 你放心 好 我知道了 我刚让同事查了一下 视频拍摄者的网络联系方式 但资料完全被注销掉了 什么都查不到 那现在咱们只剩下 买家这条线了 等下去找到那个张侦探 就不是像你刚才那样 随便吓唬两下 就可以对付了 所以一会儿面对那个张侦探 我会保持沉默的 笑什么 这个卖视频的人网名叫保镖团长 有意思 张萱萱的粉丝名也叫保镖 然后呢 没然后了 走吧 喂 保镖团长 在哪儿呢 在外面 怎么了 我跟你说啊 出大事了 你自己听 张萱萱小姐请问你跟她 为她小姐交往过去了 可以讲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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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谈一谈了 张姐 张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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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我说了多少遍了 这不是张萱萱小姐的车啊 这不是张萱萱小姐的车啊 你们都给我看清楚了 我是田净植小姐的助理冯洞洞 田净植 张萱萱小姐的车外面 一般都占着三个保镖 一定要认准了啊 田净植 张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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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了吧 保镖团长 你的女神张萱萱有了新欢 正在被围堵 你不想来救驾吗 现在好像被围困的人是你才对吧 而且 我现在正在跟踪她的新欢 然后找个机会除掉她 不要见到血 衣服很难洗 寻找五ÜNDNIS 湘洞 15岛 洛先生 如果您什么都不回应的话 楼下的记者可能会一直等下去 你找个记者上来吧 找一家平时很支持我们磁山事业的 好的 来 关于慈善的话题 我们已经聊得够多了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聊一下 您和张萱萱小姐的感情状况 这也是观众朋友们 非常关注的话题 萱萱很喜欢演戏 她本身做得也很好 只要她愿意做的事情呢 我都全力支持她 但是确实她这种身份 给我们的感情生活 会带来一些不方便 经常会有一些媒体啊 乱写她的绯闻 包括这几天 和一个男性朋友的亲密合照 对对对 那这个合照的事 您要不要帮张小姐澄清一下 这没什么好澄清的 他们是朋友 我们婚礼的时候 她也会到场 那意思是 洪先生和张小姐的婚礼 即将举行 对 本来打算在萱萱生日的时候 公布的 我们的婚期定在年底 太好了 恭喜你们 谢谢 没错 前段时间啊 我确实是受人之托 购买过这个清晰版的视频 我当时还觉得奇怪 这一定是有人在知道噱头 后来果不其然 这所谓的清晰版的视频啊 就是一部电视剧的宣传片 这主演叫张萱萱吧 还有一个女演员叫田净植 你别说她这宣传片做的还真不错 你的客户为什么要买清晰版的视频 这我一般不会问 我只是负责把卖视频人的联系方式 交给我的客户 不过我倒听说啊 最后他们双方并没有达成交易 其实依我说哪儿有什么清晰版的视频 浮躁的社会 炒作 炒作 张先生 方便告诉我们 那位客户的联系方式吗 李警官 这真是不好意思 我们是绝对不可能 把客户的隐私 透露了任何人的 还请您二位多多理解 您喝水 你真的相信那个张侦探说的话吗 不相信又有什么办法 他并不用犯罪 而且态度很配合 他并不相信 冯先生 你你对这个张小姐的批对事有什么看法 冯先生 来 冯先生 来来采访一下 你对这个江小姐到底有什么看法 神经病啊 怎么 记者们都走了 走了 这记者们真是疯了 后来居然问 我的建设有什么样的看法 所以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的看法就是影响工作 张小姐今天没有来片场 后面两场戏取消拍摄了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是啊 天小姐 天小姐 你这么开心 是不是因为 马上可以回家又见到大乔哥了 你们这才分开多久啊 怎么 吃醋了 薛妖怪今天去干大事了 说不定回来可以举办庆功业 薛公章可是有我的一半 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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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请让一下 我想和你聊一聊 我这下班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好 怎么称呼 怎么称呼 薛灵乔 想必薛先生今天这么急地找我来 肯定是有要事跟我商量 看看我能不能帮助您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买清晰版的怪物食品 巧了 一个小时之前啊 李警官还找过我 关于咱们这个怪物食品的事 请问您是 进场吗 不是 不是 我拿这样的话 我为什么要回答您呢 因为我是那个卖视频的人 至于薛先生 是不是那个卖视频的人 我也无法确认 我也不想知道 但是我确实从那个视频网站 拿到了卖视频人的联系方式 并且我也把这个消息交给了我的委托人 至于你们之间是怎么交流的 我也不知道 莫不是 你把这个视频给了他 他没给你钱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真是无能为力 你可以联系一下那个李警官 他对卖视频的人很感兴趣 往这儿正好 我还没给你 不好意思 郑先生 换张新的吧 我想薛先生可能是误会了 我们这个侦探所虽然小 但是一直是守规矩做事 诚信经营 我们是绝对不可能 透露委托人的信息的 你这么回吧 看来张先生 是接了一单赌上性命的委托 如果您还有任何疑问 我可以帮您联系李警官 吗 怎么样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嘛 相信你 可以的 我先洗个澡 你是不是真的很希望 我快点离开 不想 这么说来 洪先生和张小姐 你们的好事将近喽 对 本来打算在学学试验的时候公布的 我们的婚期定在年底 太好了 恭喜你们 谢谢 薛天姐 薛天姐 你稍等一下 洪先生真的在谈事情 薛天姐 薛天姐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我 老板 我只要五分钟 不好意思啊 咱们下次再约 周总 热情 我们有约定在先 婚约期间 不能一起谈人谈恋爱 你有喜欢的人 应该告诉我 出去的时候 更应该小心一点 现在两家股票大跌 股东都来找我 我很被动 很为难的 我没什么可想你包备的 因为我跟叶琛 只是朋友 而你应该尊重我 尊重是相互的 张小姐 你处在上位太久了 是时候低下来看清楚 我并不比你低一头 我只是选择后退了你 你准备下临了 好像已经发生了 相互埋怨也没什么意思 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尽快办一场慈善晚宴吧 缓救一下声誉 顺便转移一下大家的注意力 是要一直跟着那辆车吗 对 小心点 别被发现了 你是私家侦探吗 哥们 你眼力不错啊 出租车离于隐蔽嘛 一般这种情况 都是妻子委托私家侦探 来调查出轨的丈夫 最好能拿到证据 这样离婚的时候就带来上风 对 说得没错 我就是准备去捉建的 交给我吧 你放心 更丢不了 你们做侦探呢 经常跟踪别人 是不是被跟踪也会很敏感 别废话了 他好像又要做这儿了 抓住 抓住 怎么 估计我们被发现了 你怎么知道 这条路前方一公里 是一片废弃宫地 这条死路 它应该不会是去公地偷情吧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轩先生 你不觉得这样很没意思吗 刚刚才发现确实没意思 以后不会再跟你了 那样最好了 为了我的人身安全 要不然我真的找警察叔叔了 我想你不是一个很愿意和警察打交道的人吧 别死 别死 张先生 麻烦你回去转告你的主子 我这个人有的是时间 但他不一定有 有什么能耐最好请快示出 否则可能就没什么机会舍了 反正我是一定会找到他 让他把不该吃下去的都吐出 薛先生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这儿不太好打出租车啊 要不要我带你一程 不用了 今天没送他们回去啊 每天都送 你就不能多花点时间 在找仇人上面吗 真的很不想跟你这种 没品的妖怪朝夕相仇 喂 干吗 吃饭没 没事啊 有时间的 不见不散 笑什么 人类有两种感情很相似 有时连本人也分不清楚 那就是爱和湛有欲 其实爱比湛有欲更复杂 因为爱也包括了湛有欲 除此之外 还有分享和奉献 而湛有欲只是纯粹的湛有欲 你到底想说吗 我想说的事情你很清楚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这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 别人是绝对不能够碰的 我记得没错吧 我记得没错吧 但是我声明一点 我只是借宿 我什么时候 也变成你家中东西的一部分了 不是爱是朕有欲 按照您的吩咐 慈善晚宴做的是 关爱儿童心灵的主题 拟定邀请的嘉宾名单也在后面 主要是一直有合作的慈善企业家 演艺界人士 儿童心理方面的专家学者 当年晚上有表演 慈善拍卖 自助餐等项目 具体的你看一下 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 我相信你们准备得很好了 我晚点再看 另外赶紧把这个 发一份给张小姐 问一下她的意见 有些演艺界人士 除了我们正式发出的 邀请函之外 都请张小姐亲自邀请一下 以示尊重 好的 那没事我先出去了 所以张萱萱要结婚的新闻 是假的了 当然是假的了 以我对她的了解啊 她肯定气炸了 你 我 我是一元 我可能还要忙半个小时 麻烦您 喝杯咖啡等我一下 这 这个烧杯里面没装够 那个东西吧 当然没有了 干净的 用酒精灯煮咖啡很方便 我们一般都这么看 煮咖啡技术不错 味道很特别 是吧 在射香猫的肠道里 发酵出的 独特的香醇味道 也不是每个人 都有欣赏它的品类 射 刀 对啊 这就是 猫屎咖啡 去哪儿啊 这种奇怪的事物 还真是不给处女座留活鲁 我 还真是不给处女座留活鲁 那儿再见 如果我是你的话 被一只会引起社会恐慌的怪物救了 我也会替它保守秘密 这引起社会恐慌恐慌的怪物 您再开玩笑吧 不明白我说什么 不明白我说什么吗 就算是报恩的心态也好 害怕惹麻烦的心态也好 还是你真的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也好 反正 我已经找到了对付她的办法了 到时候 她只能成为我的研究材料 她只能成为我的研究 李教授 您真的没事吧 我听叶春说 离婚这事对您打击挺大的 但是 一定要注意休息 不要乱想 好吧 那我就当你是真的不明白 是什么呀 什么呀 在炸我呀 李教授完全就是在炸我嘛 说什么报恩的心也好啊 什么怕惹麻烦的心也好啊 真是一看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明显是在炸我嘛 还好我聪明 我 干嘛呀你啊 我告诉你 不要接近奇怪的人 难道上次被放显的事你忘了 那你不至于这么生气啊 我又不是故意的 就算人遇到了 也要马上躲得远冤的 一句话都不要跟她说 更不要说跟她单独在一起 也不算单独在一起 没有第三个人在场 就算单独在一起 你怎么自以为是 早晚遇上大麻烦 以后不许再这样 对 是我的错 要不是因为你 谁会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 混蛋 你都哭了两个小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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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下午茶时间 喝什么 喝完赶紧回家 他训我 你也训我啊 我要喝黑米的 天静植小姐啊 我最近是处于焦头烂额的状态啊 现在外面还有一堆记者在等着堵我呢 你们两个小情侣啊 小吵怡情 在我这里呢哭一哭 回去撒个娇 哄一哄 然后又甜甜蜜蜜 没事 没事 所以啊 不要特意来刺激我 我刺激你什么了 要不你跟一人渣试试 客观上来说 叶人渣还算是个不错的情人 你用过的东西 要我来捡啊 我 我还没有用 那冲几粮算是个 完吧 你忘记我们之前的约定了吗 没有 但我压根就觉得 那个约定不怎么合理 只要你喜欢 我一点都不在乎 不行 我都说我不在乎 我在乎 你越是为我着想 我更不能做出 和闺蜜前男友在一起的这种事 没错 我是对她有一些心动 但那又怎么样 只是心动而已 跟我们二十几年的友情比起来 什么都不算 这有没有诺贝尔好闺蜜讲 你那么拼 干什么呀 没办法 本小姐 就是我们完美 中国好闺蜜 我还饿 我算是明白了 你来我这儿啊 就为了两个目的 第一呢 骂薛灵强 第二 白蹭下午茶 那婚期的事要准备怎么办啊 那婚期的事要准备怎么办啊 滴滴滴答答 像了笑 滴滴答答 像了笑 窗头像你的人哦 不是 提醒我已过很久 你没开口 你没开口 你没说 跟我走 所谓以后 一眨眼就到头 你没开口 你没在意出现在路口 这次换我 我随便再说放手 那天以后 再没亮起的绿灯 那天以后再没亮起的绿灯 说过时间不会再有的永恒 我还在等 都会装不安 你会不会不舍 我一样回来 赢我一生 等你开口 等你说 跟我走 所谓以后 一眨眼就到头 等你开口 等你在出现的路口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我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我这边 我死也再说放手 那儿 我自己在你 你会不会把我 我记得你 我来帮我 我来帮你 你 你 我来帮我 我来帮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